如果有一個人經常顧著按摩頭皮 單腳企拼命做運動 你以為他在美容院定健身室? 錯! 原來是在獄中還押的胡志偉 這位前議員、前民主黨主席胡志偉 因為前年泛民35家初選案 自然違反港區國安法而被還押 早前邵家俊去荔枝國收押所探他監 說胡志偉每個星期就剪頭髮 還有時間還要按摩頭皮 希望刺激無恐 說不定放監之日 漂亮了又瘦了 連頭髮也多了 為了漂亮漂亮 犧牲一切要漂亮 不單是貪美 胡志偉還要鍛鍊身體 在育中積極拉筋 還要單腳企 小家俊說他可以單腳企20分鐘 之後換腳再來 嘩!坐監坐到這麼個人 真是有夠精彩 真是有夠精彩 歡迎來到新橫頭 在這裡好吃好吃好吃好風水 不過邵家俊說 胡志偉仍然很掛著外面的兄弟姊妹 特別是立法會齊上齊落的光景 還有他們在議會內的君子之爭 和政策辯論 嘩!有沒有聽錯呀? 什麼當年泛民議員在立法會的所作所為君子? 你們拉布、打架、扔臭水 斯文件衝主席台 擾亂會議秩序被人趕出去 大家都親眼看到 不要以為香港市民這麼健忘 還有還有 外面的兄弟姊妹 早前走路各散東西 還有齊上齊落 各有各硬 別這麼天真 睡覺醒醒就笑啦